香港不可以以前完全不理政治 我們長期都沒有政治上的威嚇 現在就開始出現了 面對的境況是香港人以前未見過的 真是不易捱 當然這個又說香港是政治皮球 又說香港沒有搭東天地線 是 我承認是事實 所以我們的官員就不放棄 如果你不再珍惜就是一個倒數 進入倒數階段 歡迎大家回來收看第二節的古壇事件 在旁邊仍然有詩生和Derek 剛才說完美國不如說回亞洲區和香港 第一條問題是想問 近期有報道說菲律賓希望買一些戰機 會否令到我們在南海的情況發酵成為下一個戰場 美國在澳烏戰爭之後 軍事上支援菲律賓打代理人的戰爭 對我們有否影響? 我自己覺得應該盡量避免打起來 雖然在領土問題上 大家的期見是沒有可能妥協到的 但是我看到沙利民也回到大陸 習近平也有見到他 又有國防部 那個什麼GNYV副主任還是副部長 也有見到 目的就是管控風險 我相信在未打之前 在現在中美未打算真的埋牙之前 會禁止的 即是要打每天都可以打的 即是菲律賓有時會派一些戰艦、船、人 中國認為是他的領海 中國也會過去他那裏 如果美國說支持菲律賓 菲律賓就來的了 他上托里奧 因為如果美國認為未曾適宜和中國開戰 就會跟中國有個交易 我叫他不要去那裏 你自己也不要過來大街 前一輪風頭火勢 你看停下來的 不是越演越烈的 所以我認為是有機會禁止的 未到打的時候 Derek呢 我也同意 因為近一年 美中和菲律賓之間的發展 其實美國是要迫使菲律賓歸去他那裏 這個基本目標已經達到了 其實也是這樣說 我們經常都說一句 就算美國也未必是因為台灣這塊石頭去開戰 菲律賓對他來說更加不是一個他那麽重視 因為現在始終美國的直系 都是五眼聯盟才是他的親兄弟或親子女 那些才真的照顧他 而菲律賓很明顯他不在那個層次上 還有我們有時會看那些新聞片段 其實你知道我們中國在南海有那些保安艦 但菲律賓只有一輛船 經常都說他們隔幾天就會碰撞 但根本沒得撞 一輛這麼小一輛這麼大 總之發生甚麼事 菲律賓都是很不利的 即使他有些戰機也好 其實都是搞不定的 所以菲律賓自己其實都表明得很重要 即我不是打算去搞事和你打 不過有時他又陷入了情況 他有時要補給那些島、食糧、物資 你也知道中國又擋在海裡 他有時都要去談判一下、溝通一下才可以 所以其實遠遠未去到見拔老張 因為根本大家的太懸殊 而美國我相信報局上 他都始終未準備好和中國在南海 但當然其實長年美國和中國在南海裡 都是大家的船隻都在玩捉迷藏 在整理整理 其實都緊張的局勢都挺高 不過我想他們現在相對都習慣了怎樣去應付這個情況 因為之前曾經有消息說美國會支持菲律賓 但是態度上支持他和真麗為菲律賓打仗是兩回事 比如說他買戰機給他 買戰機給他就好像給烏克蘭一樣有前提 我給你,你不要拿去炸俄羅斯 而且又不讓整備的人給他 令他撞擊他 在烏克蘭打仗 他都會限制烏克蘭這樣那樣 他在菲律賓都會跟菲律賓說 如果你大佬未說打,你不要自己去交易越缸 所以我認為未會打折 因為有些人說南海的危機可能會爆發得快 比台灣海後的危機 但兩邊我認為都未是爆發的時候 明白 不過始終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就是 每個人都有影響 對我們香港當然影響最大 近期相關的問題是 新加坡著名的外交家馬海錫 就來了香港交流 他有一個挺有趣的評論 覺得未來十年對香港來說很刺激 比喻香港成為一個政治悲求 認為香港必須建立好地緣政治的天線 知道如何與大國接觸打交道 兩位認不認同他們的言論呢? 香港可否可以透過搞好地緣政治的反應能力 在中美關係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香港以前的優勢 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但它在國際上、世貿組織、國際衛生組織等 很多團體 我們奧運也是 都是一個獨立的 entity 即是可以受到其他國家的一個待遇 一個不同中國的待遇 有其他中國的待遇 現在中美的磨擦已經這麼嚴重 美國口說不會拉攏盟友一起對付中國 實際上就… 至少市紀會對付 你看看 它對香港作了一個商務警示 歐盟馬上會說一些類似的事情去配合 所以香港不可以以前完全不理政治 我就傾向香港 最好就不要被拖落水 嫁人政治太多 但香港人都要看到政治大局 政治大局就是美國 聯同它的盟友一起要對付中國 為了對付中國 所以香港就沒有特殊性的安排 一定要打完 我們長期都沒有政治上的威嚇 現在就開始出現了 還有外國的資金 以前很多來香港 美國應該沒有提出資金不允許去香港 但是投資中國的公司 你就隨時入了白名單 其實是黑名單 你就投資了下去 一旦入了名單 你就要一年內賣完股票 所以香港以前扮演的角色 是做超級聯繫人 聯繫的一邊其中是展覽 做聯繫人就會機會少些 香港現在唯有去聯繫一些非歐美的國家 但這樣就很傷的 因為歐美是錢多生意大 大客不可以做 要去做小客 哇 非洲幾十個國家 你做完做完可能都不夠一個美國 所以生意接下來就惡做 面對的警方是香港人以前未見過的 所以真的不易捱 不易捱 那怎樣可以強化我們所謂地緣政治的反應能力 不知是政府做 只是一般企業或是個人做 我想其實上一陣子 北京開警的中非論壇 我想香港的官員和國泰都很害怕 因為你知道如果有些人說要跑去非洲 那現在已經要跑中東了 又說要跑去非洲 又說國泰又沒有航線去非洲 又要開多幾個航線去非洲 所以這個說笑 但其實我想香港經常都沒有很缺乏自主性 以及現在其實好像國家發生甚麼事 你要去追隨 所以我想馬開石其實都有它的道理 當然這個人我個人覺得 他經常都催虛自己和催虛西加坡 有時都挺煩的 當然他這個又說香港是政治皮球 又說香港沒有搭東的天地線 是 我承認是事實 但他也是想催虛 以前我就是那個天地線 我也很了解外面的情況 加上當然他有時就用 跟他舊時新加坡那幾大元老 那些去幫他們貼金 所以我們今天都看到 其實美國眾議院 其實都對我們香港經國辦 其實都是極一面倒 其實都是說要去關閉這個經國辦 所以其實很大程度 我們看到其實香港一直以來 可能我們都是覺得我們只不過是聯繫人 我們不需要去在不同的國家 有那麼多遊說 和Lobbying 你見到我們在美國 其實都有三個經國辦 但一直以來有沒有收到封 那真的好像沒有 這個是比較失敗 我想他也是說事實 和State the Office 說我們很明顯的事情 有些新加坡的資料是他有做的 我們沒有做到 而我們因為這樣而現在被拘捕 所以他是說出來這件事 但當然現在到這個地步 可能他都說我們作為一個政治足球 政治皮球 香港作為一個這樣已經是遲了 被人踢了 我們沒有自主性 香港自己能夠做的就有限 但香港應該是對外圍的情況 了解得多於北京 北京給香港保留一國兩制 有一定的相對的自主更多的空間 其實都是看重香港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的官員就不要放棄向北京反映情況 反映情況應該可以的 我覺得 反映情況之後 爭取北京 行一些對香港有利的政策 我認為盡量不要要香港做太多的政治表態 香港定位做商業城市 不搞政治 不搞19年那種政治 亦都不搞太多 照配合北京和美國較量 當然你說你不搞別人都會搞你的 我不是保證不搞 但讓香港有多些空間 另外要我們恢復和美國的關係 但是恢復和歐洲的關係 應該是有多少少機會 如果這樣的話 就北京在外交定位上 應該明顯些區別對待美國 和對待歐洲有不同的策略 香港做少了美國生意 都繼續做到歐洲的一部份生意 另外資金來香港投資 現在的確核窄了資金不夠膽 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中國投資環境 賺錢能力不多 如果你是有些好的公司 有前景的公司 來到香港 益了一些投資者 當然會益了一些西方投資者 他們就會來的 要創造一些對香港有利的環境 例如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 優先讓他們來香港 第一次的交易要在香港做 香港已經有得益了 即是人民幣能夠有一個途徑 讓他們可以從在岸人民幣 變成離岸人民幣的過程中 那就順便買香港的額 每年有一個額 那我們就有得做 即是給香港多些機會 這是要中國配合的 當然中國也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中國的考慮等於北京去考慮 香港政府先考慮一下香港的需要 因為香港能夠做到金融中心 做到國際聯繫 亦都是國家的大戰政策之內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確很小 是只能夠被人踢 影響下負責有份踢的人 Derry,你覺得香港有沒有辦法 像施先生說 在正義神轉上 我們的僥借度低些 將集中力放在營商、金融上去做 讓資金來香港的活力更多 剛才施先生也明示暗示 既然是國際視野好少少的領袖或官員 他們會自動要在外面的情況 然後向北京反映或跟北京去配合 但現在官員比較喜歡聽話 並不是對外間的環境不太熟悉 或者他有一種天然的敵對性 覺得外面就是要害他 如果他有什麼事我就要發布他 因為其實在馬開石的論壇 或者那個不知叫作談 那個論壇 其實那個主持人是陳啟宗 他都用英文說出來 他都說我們香港比北京還阻礙 在這些公開場合 馬開石都這樣說 當然陳啟宗本身很大膽無名 但我想這也是有某程度的一個客觀事實 我們用政治的角度就說我們太阻礙 但實際上背後你要賦爾我們在外面 搭通天然線、收封 我們有國際面向之餘 我們都要有些具體的措施 和跟北京去反映 去跟國家配合 現在我們做不到 我更多的觀察就是很多大陸的企業 真的借著香港走出去 但這個其實他真的借香港本身這個地方的制度 你說香港人真的參與多少 我們知道不到 因為他們公司大陸都請回內地人 所以我們如果再有自覺性去爭取我們 有個角色和身分 其實最後我們不單是政治皮球 經濟上都是上面可能用完即棄的一些東西 大家可以明白 當然我們香港幸好還有這些加檔 都算是挺有用的 但我想如果你不再珍惜就是一個最重要倒數階段 我希望香港政府也聽聽股壇事件 剛才有幾個意見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Derek和我們分享那麼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短期NVDANVIDIA是未跌完的 因為有些裂口都未補 5月24日至5月28日的裂口 這種模式很全球的 全地球都是這樣看的 村環區底就要散 散下來就不是一天半天的 會繼續持續散 NVIDIA我昨天也有看同學去做蛋 至於什麼時候要做蛋 我今次也會交買 其實今次教很多東西 下面有個Banner 大家應該都看到的 2024美股貞局班的Banner 大家看到的QR Code QR Code裡面 就可以參與阿奴上 9月19日星期四 晚上7時半至8時半 這個Zoom Class 用網上 不用在州區勞動 立即報名 有一個早了價的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指定人數目的 從小建設 比較多的 想法 有一個柔子 中間 有一個剛才的 今次掌聲 感谢观看